各位大大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研究无量寿经第25品 还没讲完 《往生正因》第25 那么在第几页呢 上次已经讲到了这个542页 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 若多事物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灾戒 一心清静 有空闲时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 慈心精静 不当称怒嫉妒 不得贪帖迁徙 不得忠悔 不得忽悔 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当信佛经与生 当信做善得福 奉辞如是等法 不得窥施 思为熟记欲得度托 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 亲近佛国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 不断抉择 寿终皆得往生其果 那么这一段呢 是往生正音里面的一段 那么上次呢 我们就说往生正音呢 实际上呢 他所修的正音 就是前面第24品 三倍往生 所要修的正音 那么分成这样三段 相当于对应于前面的三倍 在538页这边呢 相当于是上倍所修的往生正音 然后在540页这边呢 相当于是中倍所修的 那么我们刚念的542页这边呢 相当于是这个下倍 但是呢 经文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来 不过你去看这个经文本身呢 你就发现的确这三段呢 有修行层次上的差异 像一开始的538页这边 他可以呢 受持读诵经典 书写供养 昼夜相续 他可以发菩提心 持诸境界 兼所不犯 这都是自己修的这部分 然后又可以饶益友情 把所作三根呢 通通回向给众生令得安乐 又能够呢 一向专念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 所以临终的时候 你看他如佛设向 种种庄严往生的 那对比540页这边呢 一开始经文就说 不能大精进禅定 禁止境界 相对于538页那边呢 那可以的 现在这一段呢 是不能够大精进禅定 也不能够完全持境界 但起码要当做善 就随自己的能力 能修多少算多少 以食善业做代表 然后呢 修了这些食善业 还要奏业思维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种种功德 种种庄严 至心归一 所修的善通通回向 要求愿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么临终的时候起码也一样 是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虽然上面538页那边 没有强调这两句话 但是能够如佛设向 种种庄严 一定能够呢 不经不布 心不颠倒 那么540页这边呢 相当于中辈呢 他所修的功德 没有像上辈那么高 但临终的时候呢 也要有这样的功夫 可是到了我们今天 所念的542页这边呢 那你看他一开始就说呢 他平常很忙的 多事务的 所以那个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灾戒 也不能够常常保持一心清净 所以那个步字啊 是贯穿下面这三句话 虽然一心清净前面没有写个步字 但是这样念下来 有他贯穿的意思在 他都做不到这么好 但是呢 他怎么样 有空闲时 要抽空 抽空呢 也要能够呢 做到下面这几段 那原则上呢 在后面的注解呢 就没有写出来这几句呢 他把它怎么归纳 但是墨学呢 认为呢 你稍微可以做一下这个标记 有空闲时 第一个要做到这三句话 端正身心 绝欲去佑 此心清净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的话呢 负面的不能有 前面那个是正面的 你要做到 第二句呢 是负面的不能有 什么是负面的呢 称怒 嫉妒 贪贴 迁袭 前面那个是称恨 嫉妒呢 也是因为有贪有称 放在一起 怕别人胜过自己 自己得不到好处 那么贪贴迁袭 完全是贪 贪得无厌 又怕失去 不舍不得不失出去 那就迁袭 那么一样的 不得忠悔 不得忽疑 这都是负面的呢 都不要有 不要呢 中间突然生起怀疑 后悔 不愿意继续修了 那么这个呢 都是世间的 负面的不要有 那正面世间的 世间正面的 要孝顺 要自成忠信 所以到这里是第二句 世间的 负面的不要有 正面的孝顺 自成忠信要有 那第三句的话呢 是佛法 初世间的 要信心 当信佛经与生 要信佛 然后呢 当信作善得无 要信业果 相信因缘果报 这种果报的道理 然后奉持如是等法 不得亏失 依着因果道理 依着佛法 这样好好的去修行 不要违背这些世间的善法 违背初世间的这些佛法 不要呢 这个违背世间的因果 这样子 那这是第三句 那第四句呢 就是一心一意的 回向求愿往生 思维熟记 欲得度托 想要解脱这样的生死轮回 可是呢 这是一般的出离心 求解脱心 那么配合第五句 昼夜常念 艳遇往生 阿弥陀佛 亲近佛果 就把那一种 这种求解脱的心 结合呢 到往生 回向这个心 大致上呢 是这样的五句 所以呢 对于这段话 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上班族 还有世间很多事情要负责的 要去履行义务的 你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世间的 这些事物的 那很适合这段话 所以他很简单的要领呢 就帮我们提出来 就是这几段 这样子来修行 好 所以呢 你看这个经文一开始呢 说是有空闲时 要端正身心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皇帝主老居士的注解呢 在五四二的最后一行 他只有两句 他把它归纳成两句 一个呢 是世间的善 一个呢 是忙里偷闲正念得生 所以可以那么多的文字 但是他把它归纳成这样两类 那这个平常随自己的因缘 好好的修行世间的善 有机缘有时间 要掌握机会 有空闲时 就是你有机缘有时间 要去参加佛期啦 禅期啦 各种那种那种法会啦 利用那样子的一种佛期禅期的时间呢 好好把心静下来 来修这些佛法 所以大致上呢 他一开始注解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那也不是说你平常 在有事情没有去参加活动 这个法会活动的时候 就不需要修缮 而是随缘 起码做到自成中性 孝顺 然后呢 要尽量控制你的情绪 不要贪嗔痴 一直让它发展 要能够呢 合乎这样子的一种原则 这是平常就要做到 然后有时间要去参加 这样的供修的 这种亲近的法会 这就是他说这段的意思 好 所以五百四十三页呢 他特别强调呢 有空闲时 他在一句话贯穿到下面的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 所以他的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 都是利用你自己空闲的时候 要好好去掌握 那么再来讲 开始解释这个经文了 所以那个大修灾界一心清净呢 就是前面你能够修 修一项专念啦 修六度啦等等 你做不到 但起码你要利用时间 好下面的端正身心 后念着老居士呢 他只是引用了 后面的拙世恶苦 三十五品 那个是第三十五品 然后呢 那个叶数呢 是在六百五十六页 所读的能于此事 端心正义 不为众恶 甚为大德 这三十五品 就是在书博世界 能够这样做 已经呢 功德很大 那这里面就有这两 这一句经文 端心正义 跟我们这边的端正身心 有类似的地方 然后重重回免 那是第三十六品 在后面的六百八十八页 这边经文写得很清楚 佛告诉我们 我们在书博世界修善 什么是第一呢 你怎么样修行善法 是第一善法呢 那就是 当至端心 当至端生 耳目口鼻皆当至端 耳目口鼻就是呢 六根 那么至于 什么叫做端心端生 那个端是端正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端正身心 所以呢 今天的讲义呢 一开始呢 就把这个经文呢 各位就可以不必往后翻 直接看讲义就好了 这个经文呢 后面还有 耳目口鼻皆当至端呢 还有一句 身心静节 与善相应 你的身心 都要清静 保持清静 洁白 想要保持清静洁白 与善法相应 那就是呢 一种端正的意思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 在后面的注解就解释 这样的解释呢 你可以把它前解 身端心正 端正身心 就是身端心正 例如我们世间法讲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这个是 直接呢 谨守世间的这种 道德法 法律等等 那如果 深吸之 就深入的来分析这句话 佛法里面讲的 那就是呢 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 反文文字性 信 信成无上道 这种反文字性的圆通法门 那么 耳根圆通法门主要从耳根去讲 实际上 原则上呢 就是呢 我们的六根 不要追逐六成 不要随着六成去流转 而要反照 反过来观照自己的 行性 反 朗照心圆 下面那一句 朗就是非常的清楚 照呢 照呢 就是照见 新的本源 很清楚的 照见自己的内心的根本 这样才叫做端正 你说这个 这个要怎么照啊 新的本源是什么 新的本源 用两句话做解释 一个是空性 一个是用如来葬性 或是真如本性 如果一刚开始呢 就是要看到我们起心动念 这个呢 都是妄想 虽然是妄想 但是呢 它还是空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都是缘起的 各种条件具足之后 它才会有这样的念头出来 这样子的心理作用出来 既然都是缘起的 它就是空性 所以要看清楚新的本源 首先要看清楚 它不是时有的 它是缘起性空的 所以第一句 朗造新源 那个新的本源 空性 第二个呢 新的本源叫如来葬性 虽然是空性 那它为什么会有呢 缘起性空 你讲很多遍 我多少能够了解 可是为什么它就会动念头呢 如果本来都是空性 那我们莫名其妙 即使静坐在那边 心里面的妄念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如果没有念佛 没有属习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要它停下来不可能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体会 平常呢 没事的时候觉得很无聊 总要想东想西 总要看看电视 看看书 看看手机 好像心要有所攀缘 要有东西抓住 才觉得实在一点 实在都没有东西可以抓 就觉得 这时间过得好慢 好无聊 或者甚至呢 好孤独 都没有人理我 都没有人跟我讲话 所以就只好自己 跟自己讲话 你说我们凡夫是不是很可怜 然后等到让你呢 真的忙起来 忙得半死 哦 怎样 闲呢 闲无聊 闲孤独 忙呢 闲太忙 所以呢 真麻烦 好啦 让你真正自己静坐下来 说呢 要么你属习 要么你持咒 要么呢 这个你念佛 诶 怪了 守不住了 单独 单独守住一个佛号 属习 持咒 他不乖咧 他总要乱跑 觉得这样不过瘾 太单调了 想东想西 想昨天 想未来 想天 想地 想内 想外 到处乱想 突然警觉了 不能随便乱想 这样叫做妄念 这样叫妄想 只有佛号 才叫做正念 赶快拉回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念完十句 又开始了 第七第八句 开始跑掉了 很有经验 不是在讲你们 我很有经验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刚不是说都是空性吗 他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呢 一者是妄念习气 一种习气 无名习气 二者呢 心本来就会生 他不是生禁念 他就是生妄念 什么情况才能够不生呢 你真正正得真如体性 你真得空性 你心能够有定 有慧 他才能够真正的不生 凡夫没有定没有慧 他必然生 为什么 他是自然的法则 因为如来藏 一定随缘 不是随 随随缘就是随染缘 随随缘开展出来的是四圣法界 随随缘开展出来就是六反法界 随随缘的四圣法界 一定是跟戒定慧三无漏学 跟智慧功德相应的 所以他可以加以自我控制 因为他有定 他有慧 所以他完全自在的 六反法界的这一种随缘缘 他没办法自在 他是随着烦恼吸气的 所以根本处就是如来藏心 就好比我们说呢 之前批语过的火大 这个大性 这个火的性 是周遍法界 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但是哪里原具足 哪里就可以生火 是打火机的火也可以 是核子燃料炉里面的火也可以 乃至外太空的这一种太阳 黑子爆发之后产生的火也都可以 那么大的火或者是那么小的火 乃至在我们身体里面 在我们肉体里面的产生的那种热量 那也是一种火的表现 所以火大 这个大 大的性 称它为大 就是因为 作偏一切 可是呢 它 欲缘 它要圆具足 它会呈现出来 因此这种大的性 刚刚用火做代表 地水火风空见四 六根的根性 也是类似像七大这样子 它是七大里面的哪一个 第六个 地水火风空根 四 有时候用剑 地水火风空见四 那个剑呢就是根的代表 剑性 眼睛的剑性 以它做六根根性做代表 所以它也是大 周遍一切 表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眼见射 正常的眼 为什么能见射 耳闻生 鼻袖香 舌肠胃 深觉处 易知法 这种六根的根性 只要是正常的圆具足 它就会有这样的功用 眼能见乃至 易能知就是能知道 能够起心动念 这是它的法性 你要能够造到这个 所以它是随时随地 都会圆具足 因为无名业力 我们烦恼习气的关系 它就自然 让它自然具足 但是呢 它之所以能够呈现这些功用 就是因为它本来有这个特性 然后你的无名烦恼 夜力习气 让它自然具足 既然是圆具足 因圆具足 它才会起这样的相跟用 所以它还是空性 还是空性 只是后头 因为有这样的如来葬性 有这样的圆起具足 所以才让我们不断的都在那边起心动念 你能够看到这个 看到它的虚妄性 看到它的空性 看到它的如来葬性 用天台中的用词 用天台中的用词 这样叫做 同时修空甲中山观 看到它的真俗中山地 叫做端正 或者是就是 弄言经里面讲的 反文文字性 看到六根的字性 六根的根性 只不过耳根原通章 那是借由听声音 去认知 去体会 那个耳根的文性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样的起作用的 是在哪里 所以这样叫做端正 那么这个是生息之 就是深入研究那个身心端正 浅言之 生口亦三叶 生心离构无染 生之所行 口之所言 义之所思 生口亦三叶 都是善业 这样叫做 生端心正 生口亦三叶 都是跟善法善业相应 这样叫做浅言之的 生端心正 端正生心 生言之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样子 你用这样的观照的功夫 有这样的始觉的智慧 去契合本觉的理体 本觉的理体就是用天台中刚刚讲的 真俗中三地 始觉字用天台中讲的就是空甲中三观 一心三观观一进三地 一心三观观一进三地 就是这句话的解释 他说这个才是呢 经文写的 身心竟节与善相应 所以有人讲这么深 他说呢 但因地之 这样的这么深的第一之善 究竟不离 诸二莫作众善奉心 后面那句什么 至尽其义 至尽其义 就能够自然 诸二莫作众善奉心 所以 这个是他去 浅的深的来讲 端正生心 那么可是如果套到经文本身 类似像我们这样子 多事物 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 灾戒 不能够一心亲近 只是利用空闲时 就能够修到这么深吗 有点难 所以用浅言之呢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身口一善业呢 都能够跟善相应 不要杀到淫妄 不要妄与其余两舌二口 不要贪嗔痴等等的 能够跟食善相应 就可以合乎这句话的端正生心 那绝欲去忧 后面注解 绝欲呢 就是尽然 在这个期间 你去参加这个佛妻残妻的期间 参加法会期间 那就断绝男女间的爱欲 特别强调是这一点 绝欲 然后去忧的话呢 他写的很简单 放下世间 忧虑 讲白话一点 大家会比较好懂 去参加佛妻残妻 请不要带手机 这才能够放下世间忧虑 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自然主办单位工作人员 他就会呢 帮你通知 真的非常重要才会通知你 否则 你那个七天八天 你就真的放下时间 一切的忧虑 参加那个还带手机 还要利用空闲时间 赶快看 那有没有谁跟我传重要消息吗 啊 这样怎么能够叫一心清静 这样讲大家最容易明白了 讲那么多佛法名词 有听没有到 好 接下来 慈心精静 在利用那段期间里面呢 要精进 大家都知道 那慈心怎么做到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用功 在这段期间我这么用功 不是只有为我自己 也是希望将我所修的这些 善法功德 能够回向给众生 回向跟我有缘的这些 我的父母啊 祖先啊 或者是呢 我的子女啊 等等 乃至呢 广泛的回向出去一些众生 是用这样的一种 功德回向 就可以合乎这边讲的慈心 这样 慈心精静 然后呢 再来 不当称怒这个 不过呢 黄念祖老师呢 他对精进这两个字啊 有花了一些文字 多加说明 特别他认为呢 华元经书 华元大书 就是清凉大师的华元经书 他解释精进呢 是练心与法 明之为精 精心勿达 目之为敬 再加以白话解释 就是呢 要专心 专心 专心在一个方法上头 你所修的佛法上头 然后用这样的专心的心呢 是希望能够达本 通达你的本源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心源 通达你的本性 要了解 透过这样的方法 通达你的自心本性 这样叫做进 所以他才会说呢 名字本性 见字本性 那就是达本 所以你专精的目的 是为了要达本 所以这样叫做精进 他特别用这段解释呢 解释做精进 好 再来翻过来 五百四十四页 不当称怒等等 就是世间的 所以你看他说 这个就是第一句 他帮我们整理出来 两句的第一句 人圣的世间的散法 一个从负面的去说不要有 一个从正面的说你要做到 不要有的呢 就是他说的 称怒嫉妒贪贴千席 忠悔忽疑 正面的是孝顺自成忠信 那这些名词 其实呢 不需要多加解释呢 大家都能懂 只是呢 做的到做不到 做的深浅功夫而已 所以呢 这部分呢 就不特别去解释了 那么他特别说呢 后面那一句 自成忠信 那个信呢 是指世间法的 诚信 要有信用 诚信 跟后面的 当信佛经与生 那个信 不一样 当信佛经与生 是佛法里面的信心 的信 指世间法 你要信出世间的佛法 而前面的自成忠信 是做人要有诚信 要有信用 所以 所以 这两个信不一样 那么他特别呢 去解释 这个当信佛经与生 他说啊 这个是 对诸法的实体 三宝的敬德 跟出世间的 世出世间的善根 身为信药 使信沉浸 叫做信 深深的相信 药呢 是好药 不但相信而已 你很想要得到这样子的功德 他就引用成为事论里面解释这个信 也就是白法 为事白法里面解释这个信呢 都是这样解释 于实得能 对于实得能 这三个 也就是起信论的体相用 实就是真实的体 得呢 就是那个得相 能呢 就是那个用 公用 对佛法的实得能 体相用 生人要育 是这样解释哦 不是于实得能够生人要育 也不是能够哦 所以你断去要断好 然后呢 对这三个能够生人要育 生人就是在你内心非常的坚固 认定他是正确的 那个忍就是忍 认可 就是认可他 好像呢 你已经干政治标记了 就是没有错 这样子的一种深信 然后呢 又好要 好要什么 好要能够正得那种实得能 体相用 有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叫做信 他的特性 他的特质是什么呢 能让你的心清净 这样叫做心静为信 所以这个信 信心的这个心所法 他的特性就是让你的心 能够清净 心静为他的特性 好 然后呢 再引用大圣一章 特别说 是对什么东西 信呢 清净心不怀疑呢 三宝 但用一个等字 所以他前面呢 有说诸法的实体 三宝的敬德 还有四出四间的善根 四出四间的善根 其实我们再讲 讲多一点 就是相信因果 世间出世间的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管是世间出世间的善恶 都要相信 所以他讲余三宝等 尽心不怀 用个等字就包括了其他的了 然后又引用俱舍论 里面讲信者令心沉浸 如果你是旧版的是写令人沉浸 不是错了 那个是打错字了 令心沉浸 居舍论里面是这样写 这个信呢 是能够令心沉浸 所以这边呢 当信佛经与生 这句话他就说 从相信世间的 前面讲的世上 进步到佛法的大圣圆教 所以才写的大圣圆门念佛求生 再信呢 因果不虚 后面的经文 这个做善得福 奉辞如是等法等等的 因为你具有这样的信心嘛 你就觉得这样造作绝对没有错 所以因为有信心 你才完全愿意造作 奉辞如是等法 不得窥施 就从世间的善走向的 一佛圣的 原教的净土法门了 所以这个呢 是课本上面的解释 请参考今天的讲义 当信佛经与生这一段 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像黄念族老居士引经据典的 真的完全生起这样的信心 那怎么办 并不是每一个人 一开始呢 接受到这一些佛教的经论 一下子就完全马上相信 假设你是这号人物 你拿到佛经 一看多少都懂 马上都相信 跟你随喜 你是术士再来人 你说什么 我没有那么了不起 你过去学佛 只是呢 学的没有怎么样 所以还会再来 还会再来轮回 但是你应该有学过佛 而且还学过的是大圣佛教 所以呢 你现在翻的佛经 佛讲什么 菩萨讲什么 你都觉得对对对 是这样做 没错 那是你的善根深厚 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完全是呢 所以墨学的讲义是写 写这个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也写 当信佛经与生 应当要相信 代表 如果你不完全相信 你也要应当要相信 经文有这个意思在 所以我才会这样补充 因为善根不足 或者是你只是初击学佛 这时候呢 凭养性 佛语成地真实 起码你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讲的话 都是真实的 你要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 这样叫做养性 你不竟然完全能够懂 你也不竟然完全相信 但是你应该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应该不会骗我们 所以不敢起疑 但不了解深意 对我们而言 还是缺乏了帮助我们自己 有法真净之意 就是缺乏帮助自己 如果你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 帮助自己就更多 所以现在呢 不能够完全了解 不能够完全相信 不是讲禁读经典而已 还有其他的经典 华言经 能言经 各种大圣的经 乃是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法门 一样类似 不能够因为我们 听不懂或者是不了解 或者是不信 然后呢就毁谤 然后呢就怀疑 牟学这段话的意思 都是可以套用 完全养性 因为我们不懂 因为我们善根不足 所以我只能够相信 应该是没有错 不过目前不懂 没办法深入了解 希望我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 能够跟着阿弥陀佛 跟着观世音菩萨 文书施利菩萨 普行菩萨好好的学 将来我就有这样的智慧 我就能够深入精湛 我就能够智慧如海 是用这样的心态去接触 这些我们不懂的 或者是呢 没有信心的法门中派经论 对我们才不会有损害 很要紧的这个观念 就是牧学一直常讲 哎呀 不用那么多啦 释迦牟尼佛讲那么多 只是为了让你好好念佛求往生 其他的都不用了啦 这样的话呢 我对你而言 我只能够随喜赞叹你 能够一向专念 希望你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到了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应该可以让你把你的眼光打开 所以你只要好好念佛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我也不去批判你 我也不去否定你 我也不会轻视你 因为你真的很专心要求愿往生 这个我给你随喜赞叹 但是你千万不要毁谤其他的 宗派法门经论 认为那都不好啦 那都没有用啦 再画出来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自己修进度 我们只能够说我能力不够 我三根不足 我能学的呢 有限 我的时间也有限 我的能力也有限 时间也有限 我不可能学那么多嘛 所以我呢 目前呢就是呢 好好的把握 我目前可以学的这些 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心态 并不是说我不想学 真的呢能力不足 时间不够啦 那么将来真的要学 我会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文书施利普贤菩萨 好好的来学 那时候呢 环境好 师之优 又不用为三餐打拼 又不用为生活所需要打拼 全心全意 而且没有日月之分 没有寿命的限制 你看看 这样环境 我来去那儿一定给你平 你比较多 没问题 所以 这样的心态 一方面又不会妨害自己造了 造下了这个毁邦政法 二方面呢 又留下了真的 我也很想要学习的那种 上进的菩提心 一念之茶 你说那这样的念头 这样的想法 就不能够一向专念吗 就不能够一门深入吗 没有时间好好跟这些人讲而已 他们不愿意好好坐下来听我分析而已 如果我把这些欢话再重新跟他们仔细分析 我不相信他们会放弃这样子 你就锁定这几个 然后呢 我也没有放弃要学其他的宗派法门 只是目前没有 那如果你有多余的 你的善根又比别人好很多 你时间又多很多 你除了能够一向专念好好念佛 持佛名号之外 你又可以呢 多来读 读一点这个无量寿经节 乃至阿弥陀经药节 这样有什么错 这样有什么不好 每一次碰到那个师兄 每一次说 你收十九万的 我全文收十八万的 就这样划分了 就一定要把我跟他划分成不同两类 我们是专修第十八院的 你那个是发菩提心 这个是广修六度的 你们是修十九院的 好意思就是说 我们修十八院必然去 你们修十九院的要小心一点 不尽然能够去 他后面的结论是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这很麻烦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这边讲一讲这一段 当信佛经与生 用个当信就是你不能完全相信 但你要养性 养性的心态就必须是说 我将来真的呢 就要真的好好跟佛学习 只是目前我还不能够完全了解 所以我用养性的 我没有办法正性 没办法真性 我只能够用养性 是因为是这样 那么后面引用华严经这一段 来证明这件事情 在离世间品里面 菩萨摩赫萨有十种成就佛法 也就是他要成就佛法有十条 要合乎这十个刚领修行 第一个要不离善之士 第二个要深信佛语 第三个要不棒正法 以此类推总共有十条 然后有反面来说 有十种会让你退失佛法 应当远离 哪十个 第一个 轻慢善之士 对比第一个 你看不离善之士 完全相信跟着善之士好好学习 相对的呢 你轻慢善之士 看不起善之士 自然你就不会跟着他 你要远离他 以此类推后面的毁谤正法 也会让你退失佛法 所以我就不多举了 因为重点就在这边 你要信佛 深信佛法 那佛是最大的善之士 你连善之士的话都相信了 佛的话不相信吗 所以深信佛法 就能够成就佛法 深信佛语了 好 这一段这一句解释完 再回来课本 545页 那么 这个第三行开始呢 他说呢 要讲忙里偷闲 精进念佛 也就是呢 你对照542页的经文 就是开始在解释 思维熟记 欲得度托 昼夜常念 愿欲往生 阿弥陀佛 亲近佛国 这边 所谓的思维熟记 欲得度托 回到545页 读解里面就说 深思熟记 好好想一想 一定要想办法 脱离生死轮回 可是以我们目前 这样的修行的状态 就像他前面讲的 多事物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 灾戒不能够一心亲近 只是利用空闲的时候 这样子修一修 就一定能够解脱生死吗 如果没有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凭我们目前这样的修行 可以证到 跟阿罗汉一样 乃至比阿罗汉 更高的境界吗 要完全了脱生死 是要阿罗汉 否则起码你要出国虚头还 才能够保证 一定到阿罗汉 只是时间早晚 天上人间七番生死而已 你有这个把握吗 所以要好好想一想 深思熟记 看看什么时候 我们才真正能够远离生死 然后呢 这时候发现不行 除了求往生之外 完全没有办法 因此下面就接着 作业常念 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国了 只剩下这一招了 所以无论如何 要完全相信阿弥陀佛 请阿弥陀佛一定要来接应我们 这样用功十日十夜 乃至一日一夜 侯廷主老就是特别把这两句呢 特别说 十日十夜相续是一般行人 如果一日一夜就能够去的话 是多善跟者 功夫有千 生前就对了 那至于这个 这个到底是十日十夜一日一夜呢 其实不同的经本 讲到这个念佛往生需要多久 其实不一样 你看阿弥陀经大家比较熟 若一日到若七日 知识名号一心不乱 若一日到若七日 可是如果是波舟三昧经 修的波舟三昧法 强调的是波舟三昧要九十天 用九十天 然后呢 古音圣王经 就跟这边讲的一样 十日十夜 那无量寿经这边写的是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 时间有长有短 那光无量寿经 尤其是用上品上身做代表 那也是一日七日 一日到七日 跟小本阿弥陀经一样 所以每一本净土的经典 讲到所需要的时间不太一定 但如同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发一念心念于彼佛 一念尽心一念尽心 所以要合乎那个一心 那就能往生 跟阿弥陀佛的愿力能够相应 就能够往生 时间是看个人的功夫 没有一定 要看个人的功夫 好 所以呢 他这边写的 就是看你的功夫 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 不断抉择 不断抉择 就是功夫一直做 持续不断的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净空老儿上要鼓励 人家能够24小时念佛 不过24小时念佛呢 那真的是要慢慢的 慢慢的去培养 如果你说呢 我就是突然来个一次 我从礼拜六的早上 念到呢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 24小时念佛 那么突然 偶然来这么一次 OK啦 只是呢 你那个 从下半夜以后 到那个隔天早上 看似是度估比较多 还是用功比较多 那为什么说一定可以呢 不是年岁的问题 这个兴趣的问题 我们家有一个长辈 已经大概八十了 如果打麻将 一天一夜都没问题 那我们这种晚辈 四五十岁的晚辈 跟他呢 到了下半夜说 好啦 阿姨这样可以了 不行 继续 那念佛那不一样 念佛不一样 不要说是到下半夜 可能到呢 十二点 十一点就开始在度估 都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你偶而易做可以 如果你要 这样中年每月的 要长时间的 二十四小时念佛 你的整个生活习惯 要慢慢调整 如果没有慢慢调整 合乎修禅定 修三昧 这样一种做习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就算你勉强的支持 两天三天 三天四天 效果反而是打着口 除非你整个做习习惯改变 所以有一些道场啊 曾经也办过这种二十四小时念佛 后来变成是怎样 轮班二十四小时念佛 那这样可以 这样的轮班几天之下来 大家互相轮班二十四小时念佛 或许还还可以 是一种渐进式的来改变 做习跟念佛时间 或许还可以 所以这个都必须要从长记忆 要好好的去计划 如果到场想要办这样二十四小时 一定要从长计划 好 这个是特别去解释这个 不断绝这句话 好 下面 这个五百四十五页的经文 我们念一下 行菩萨道诸往生者 皆得阿维悦志 皆具金色三十二相 皆当作佛 欲何方佛国作佛 从心所愿 随其今进早晚求道不休 会当得知 不失其所愿也 阿难 以此毅力故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 无边世界 诸佛如来 皆共称赞 无量受佛所有功德 那么一开始的这个行菩萨道诸往生者 在五百四十六月 黄念族老居士呢 他的注解是说 表示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 都是大圣 所以一往生 大家都皆得阿维悦志 至于这个皆得阿维悦志呢 我们待会再去解释 第一句的经文 行菩萨道诸往生者 黄念族老居士 我们刚念了他的注解是说 以此类推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大圣 所以大家一往生都是得阿维悦志 不过呢 让大家看一下讲义 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的出处 汇集的出处是来自于汉义跟无义 这两义 汉无两义 汉无两义他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佛言 其欲求做菩萨道生无量亲近佛国者 想要求做菩萨道的 而往生到无量亲近佛国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其然后皆当得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菩萨则皆当有三十二相 子摩金色八十种毫皆当作佛 随心所愿再欲于何方佛国作佛 终不根尼尼禽兽 披离就是地狱 尼尼就是地狱 禽兽是出生 披离就是恶鬼 鬼道 随其尽尽求道找稳之士 士同等耳 求道不休会当得知 不是其所愿欲也 这是汉义 无义的话文字有点点不一样而已 其欲求做菩萨道生阿弥陀佛国者其人 然后皆当得阿维悦志菩萨 为什么要让大家看这两个译本呢 就是说经文很明显的写 是想要做菩萨道 所以求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 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皆得阿维悦志菩萨 皆当得阿维悦志菩萨 他的经文本来的意思是这样 是你想要修菩萨道 但是不尽然你能够得阿维悦志 但是你如果想要修菩萨道 求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皆当得阿维悦志菩萨 你一定可以正得不退转位 是这个意思 所以原来的译本的意思 不是说所有往生的都是大圣 没有错他这样的注解也不是违背事实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如同往生论里面讲的二圣总不生 在极乐世界不会让你再生起二圣心 一定会让你生起大圣菩提心 不管你是哪一圣 人天生闻原觉菩萨五圣其身暴徒 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佛菩萨的教导之下 一定都发大圣菩提心 一定都修成佛之道 所以黄念祖老君士的注解 没有错 只不过原来的译文 五译本里面的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想要修菩萨道 但是不尽然能够得不退转 如果你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你一定可以得不退转 他本来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默学一定要强调 做这样的解释呢 请看讲义下面这边 这本经既然讲 心不知道诸往生的 皆得二位之皆当作佛 华元经普贤行愿品 我们平常读的普贤行愿品 普贤菩萨也这么跟善才同志讲 我既往生彼国以 现前成就此大愿 成就此大愿 这个此大愿就是十大行愿 普贤菩萨特别跟善才同史介绍 如果你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像我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就能够成就十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要一切众生见 就能够圆满我的菩提心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能够圆满我的十大愿 彼佛众会贤清净 极乐世界呢 在那个地方法会非常的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赌如来无量光 我在莲花里面出生之后 就亲自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光 然后呢 阿弥陀佛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记以化身无数百巨之 巨之就是义啦 化身千百亿 智力广大遍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就真的能够呢 普利一切众生界 广行菩萨道 所以把无量寿经 跟普贤行愿品这样对照起来看 无量寿经特别讲 想要行菩萨道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 都可以得阿维悦志皆当作佛 普贤行愿品告诉你 你要圆满普贤十大愿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能够圆满 所以这个彭继钦居士 在《华言念佛三魅论》里面 讲到这句话 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圆满普贤大愿 他讲的是念佛三魅论 总共五个方法 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念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就可以圆满普贤大愿 然后呢 这个阿弥陀经约论 这个作者忘记了 里面呢 就把这件事情 前后文讲了一下 善才同志已发大心 所以参访五十三魅善之士 片参之士 其主也最后一个 碰到普贤菩萨 教他用十大愿亡 道归极乐 为欲圆满普贤行愿故 就近成佛故 为什么要道归极乐 普贤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教 善才同志 为了要能够圆满普贤行愿 为了要能够就近成佛 你要圆满成佛 你一定要修普贤十大行愿 可是你要怎么圆满你的十大行愿 而能够就近成佛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经以念佛因缘 发心见佛 见佛故 决定成佛 因为你在极乐世界 跟着阿弥陀佛学 一定可以圆满你的普贤十大行愿 所以墨学引用这两步 这样子对照起来 让大家了解 《无药寿经》跟《普贤行愿品》 《华严经》 这样对照 来证明 你真的发菩提心 你想要行菩萨道的 想要广度众生的 你仔细看看这两本经 这两段话 你真的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的确就能够让你圆满你的菩提心愿 广大的菩萨愿 就像刚刚念的 当信佛经与生 要相信佛在《无量寿经》讲的 要相信普贤菩萨在《花严经》里面讲的 真的发菩提心的菩萨 要注意这两段经文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解释 但是经文一开始 行不是奉诸往生者 要从这个角度去解释 你只要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皆得阿维悦之 皆得金色三十二相等等的 这些成佛的这些果报 你想要在哪里做佛 那就看你的发愿 跟你有缘的众生 在哪个世界成熟 那你的功夫够了 随其进进早往 求道不休 会当得之 不失其所愿远 你一定满你的菩萨愿 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以五百四十六页的第二行这边 就讲了 大圣行人 你平常修菩萨道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皆得阿维悦之 併悦之 至今色身 具足三十二大帐互相 皆当作佛 所以这个皆得阿维悦之 你可以配合前面的第四十八愿 宪政不退愿 那个是在三百零四愿 皆当作佛 那就是两百九十页的第三十五愿 一生补出愿 你都可以配合到这个四十八愿里面的 一个皆当作佛 就是一生补出 然后呢 皆当阿维悦之 那就是第四十八愿 宪政不退转愿 只是个人修行的功夫 有精进有不精进 然后跟众生的因缘有关系 所以才说成佛有早晚 但是呢 皆当成佛 他说这个就是差别中的平等 平等中的差别 最后佛告阿难 特别佛在教医生阿难 就是要提醒阿难 提醒大家 你注意看翻回来五百四十五页的经文 最后两行 佛讲完这一段 特别对着阿难讲 阿难以此毅力故 什么意思 毅力 后面那个利 就是利益 功德利益 那为什么要加个毅力呢 我通常把它白话解释 是有异议的利益 有异议的利益 那就这样比较白话好讲一点 那可是如果讲文言一点 讲比较专业一点 那个意呢 是中到第一地 那种利益 功德利益 是跟中到第一地相应的利益 所以叫做毅力 因为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 所以呢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 无有等等无边世界的诸佛如来 通通称赞无量说佛的功德 为什么要称赞 鼓励众生鼓励菩萨 去跟阿弥陀佛学习 你只要能够去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学习 你一定能够圆满成佛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最后的结语 他为什么要讲净土三经 为什么要介绍极乐世界 介绍阿弥陀佛 也一样 他就是看到这样的功德利益 对这些想要修菩萨道德 太有帮助了 乃至呢 这段话也可以配合 诸佛称探院 48院的第17院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 我们要把48院给念熟 后面的这些院成就文 后面的经文 你随时都可以跟48院做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 你对整个阿弥陀佛的48院 就有一个全盘通体的了解 而不会只是局限上 我是修第18院的 那你是 你只是我这样能够往生就好了 你就忘记说往生以后要干嘛 我常常这样提醒各位 你是要一心一意求往生 但你不要忘记你去那边干嘛用的 不是去了就没事了 去了那边是要行菩萨道 要学成佛之道的 所以如果有人还跟你强调这一点 你就用这样反驳他 不是反驳他 鼓励他 鼓励他 被忘记 你用第18院往生到极乐世界 跟着阿弥陀佛要干嘛的 要学如何成佛的 要学成佛就要修普贤十大行愿 好 那么546月的最后两行 回到546月最后两行 黄念主老居士又再度强调 凡夫往生 前面我们一则五个原意本去解释是 行不上到想要求往生的 现在是黄念主老居士把他回到凡夫往生 即使是凡夫往生也都能够不退转 为其补助菩萨 是十方世界没有的殊胜状况 因此十方如来才会都称赞无量受佛 那么也是也是对的 以上这个就是第25品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第26品 理共听法第26 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 护士阿南十方世界诸菩萨众 未遇瞻理极乐世界无量受佛 各以香花传帆宝盖 枉义佛所 恭敬供仰 听受金法 宣布道化 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尔时世尊即说颂曰 东方诸佛刹 素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往里无量受 南西北四为上下义夫人 贤以尊重心奉诸真妙共 唱发何雅音歌探罪圣尊 救他神通会游入生法门 闻佛圣得名安稳得大力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谢卷 观笔书圣差 唯妙难失忆 功德普庄严 诸佛国难比 印发无上心 怨恕成补迪 我们再翻过来五一页 应时无量尊 微孝献金融 光明从口出 偏照十方国 回光环绕活 三渣重顶入 菩萨见此光 即正不退位 是会一切众 护庆生欢喜 佛与范雷正 八音畅妙生 十方来正事 无锡子彼愿 自求言净土 受基当作佛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满足诸妙愿 必成如是差 知土如影像 横发红世心 究竟菩萨道 居述功德本 修圣不提恨 受基当作佛 通达诸法性 一切功无我 专求净佛土 必成如是差 这一段比较长 所以诸解比较多 接下来到五百六十页了 文法要受行 德子清净处 必于无量尊 受基成等觉 无边殊胜差 其佛本愿立 文明欲往生 致之不对转 菩萨心志愿 愿己国无异 普念度一切 各发菩提心 舍比轮回生 俱令登彼岸 最后一段五百六十二页 奉识万亿佛 会话片诸差 恭敬欢喜去 还道安养国 那么这一品呢 大部分都是祭送 只有一开始呢 一点点长行 那么为什么夏年居老居士要把他归为叫做理共听法呢 主要就是经文一开始讲的十方世界的菩萨众来到极乐世界 粘理阿弥陀佛 然后呢 供养阿弥陀佛 然后呢 在阿弥陀佛坐下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听法 所以叫做理共听法 所以一开始五百四十七页 皇帝主老居士就写了十方世界的菩萨 都到极乐世界供养阿弥陀佛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 这一品主要是内容是这个 但是呢 大部分是用祭送来做表示 祭送做表示 那么请翻今天的参考讲义 这里面先说一下 这个二十六品跟二十七品 如果你们回家自己参考 以前发给 刚开始的时候发给各位的那个科判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两品 专门在讲极乐世界里面的这种菩萨 理共听法跟战佛 也就是说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 理共听法战佛 不过呢两品不同在哪里 二十六品是讲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到极乐 二十七品是说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去到十方 理共 十方诸佛 可是呢 去十方之后再回到极乐世界本土 听法修行 所以这二十六二十七 两者有类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是差别在这里 那么二十六品在第二点 二十六品主要的内容就是讲 十方世界诸大菩萨 我们刚刚念了 黄连主老巨师的注解看过了 佛明念来者 未宣言妙法 十方大事欢喜听受 那么不管是佛开示或者是菩萨 欢喜听受 都是用寄宋的形式表达 所以呢 就把寄宋的科叛分成这样五段 分成五段 首先呢是云集心共 十方世界的菩萨集合到来 所以叫云集心共 那么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比较属于财共 548页的这一段 南西北四维上下义父兰 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共 这样的妙共呢就主要是在财共养 珍宝啊这些共养 可是后面的这个唱发和雅音 歌叹最圣尊 一种赞叹佛的功德 那么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呢 法共养 你看我把它简单讲三个方面 赞佛德 赞佛明 佛的明号功德 还有赞佛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 还有这个发心 你看这个五四九页的那两句话 因发菩提心 愿述成菩提 所以除了赞佛的功德之外 还发愿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呢 所谓的感应道教 那就是了五百五十一页那边 菩萨这样赞叹供养佛 然后呢 佛呢 就放光 加持这些菩萨 所以你看 无量尊就是阿弥陀佛 微笑现金融 光明从口出 骗照死方果 然后呢 这个菩萨见此光 即正不退位 一种放光加持 然后菩萨见到这个呢 就正得这种不退位 所以为什么写感应道教 这个佛跟菩萨彼此之间的一种感应道教 这是第三段 那么第四段呢 就是五百五十三页这边的 专门赞叹阿弥陀佛专门赞叹这些菩萨 赞叹他们的愿 他们的智 他们的行 那这个呢 文字就比较没有直接看得清楚 要看注解才能够懂了 不过呢 这是第四段 无量受佛专门赞叹这些菩萨 然后最后一段 就是五百六十页 文法要受行得至亲近处 从这边开始 是释迦摩尼佛 讲完这个事情 讲完极乐世界跟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跟里面的菩萨彼此之间的这种感应道教 那么特别又赞叹 这些菩萨能够文法要受行 能够得至亲近处 也赞叹无量受佛 所以才会说第五段呢 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赞彼佛跟菩萨 都是在赞叹这一极乐世界的佛菩萨 这是第五段 所以大致上呢 可以分成这样五段 那如果你没有看注解呢 大概也不是完全了解 但是呢 如果你看完注解 再回来看这样的五段的科判 大概就可以提刚切林的 记住了 那另外呢 就是里面的经文 绝了一切法就是在五五三页这边 五百五十三页的第五行 祭宋的第二行那边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满足诸妙愿 必成如四叉 知土如影像 横发红世心 就近菩萨道 具足功德本 修圣菩提恨 说即当作佛 一直到呢 专求进佛土 必成如四叉 这样总共呢 三行半的祭宋 这三行半的祭宋呢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佛 赞叹菩萨 这些菩萨的愿至行 他们的愿 他们的智 他们的行 不过这里面呢 也可以了解 就是呢 这种智慧的中道行 请参考讲义这边讲 神表不住两边 远离四聚 妙气中道 他所发的愿 他所修的菩萨行 以及他的智慧 都妙气中道 不住两边远离四聚 这种平等一项 平等一项就是呢 真如 真如如来葬姓 又说他是动达三空 人空法空聚空 叫三空 人空法空聚空 完全通达 自无所着 而能大悲熏心发愿 所以有这样的智慧 又有这样子的愿 发愿求进土 虽进佛土而长即进 没有离开他的智慧 如同金刚经的 无人像 无我像 无颂真像 无受者像 修一切善法 这样的话才能够得 这段话我们前两次不是有特别解释过 所以 五百六十一页 那边 第三行或者是祭送的第二行 菩萨心志愿愿己国无益 普念度一切 各发菩提心 舍彼轮回神 巨令登彼岸 这段话呢 我们刚说是 释迦牟尼佛用来赞叹极乐世界的菩萨 那这些极乐世界菩萨都发愿 希望将来自己成就的佛土 都跟阿弥陀佛的净土 极乐世界一样 也都能够这样来度一切众生 都能够登彼岸 所以讲义里面就说 虽然讲的是呢 生到极乐世界去菩萨的发愿 那也代表是我们将来 我们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菩萨 我们也要这样来发愿 现在虽然还没有去 我们就要这样来学着发心发愿 我们将来也要能够成就像阿弥陀佛这样子的愿力 这样的净土来帮助所有的众生 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大概就是这五个 好 回到最前面 五百四十七页 一开始的长寒文呢 就说十方世界的菩萨为了要瞻仰 为了要礼敬供养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所以他们会准备什么呢 香花床翻宝盖 准备这些香花床翻宝盖 到了极乐世界去 然后来恭敬的供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然后接下来就坐下来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听受经法宣布道化 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的注解 你看他说 这个就是十方大师于极乐导师闻受经法 后面那个宣布道化 他说这个就是辗转 他这些菩萨听完之后 学习完之后 互至十方辗转宣说 阿弥陀佛所教的 再把它辗转交出去 所以简单的注解到这里 这是苍苍文 然后开始用寄送 那么第一行寄送应该不难懂 先用东方做代表 数量很多 所以才会说如恒河沙 佛土像恒河沙那么多 那里面的菩萨也像恒河沙那么多 通通来到了极乐世界 贤以尊重心奉诸真妙共 除了东方如此 南西北东南西北上下十方 通通都来 贤以尊重心奉诸真妙共 所以才会说这是一种财供养 财供养 然后再来唱发河雅音歌叹最圣尊 那么和雅音呢是形容他的声音非常的和雅 你看五百四十九页呢 就说是五音相合奉生不邪 很好听之外还非常的正 不会邪 所以这样叫做和雅音 最深圳的就是阿弥陀佛 旧达神通会游入神法门 这两句你看黄天主老基士的注解是 赞佛德 从这边开始 就是菩萨赞叹佛的功德 第一句就形容佛的智慧 完全通达 旧达神通会游入神法门 究竟通达 为什么智慧用神通会呢 我们常常解释 以前我们刚出学的时候 一直认为神通很了不起 然后呢 后来有学长就跟我们解释 其实在佛门里面讲神通 它就是智慧的作用 印象很深刻 这句话解释的好啊 所谓的神通只是智慧的作用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神奇 有真正的智慧就可以起这种作用 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 那个就是外道的神通 那不是真正的佛菩萨的神通 佛菩萨的神通 都是从智慧所起的作用 目的在哪里 要自觉觉他的 要让众生能够起觉悟心的 不是要展现他很厉害的 这种表现方式啊 如果是外道 邪魔外道 他用神通只是要让你 对他升起恭敬心 愿意做他的弟子 他是一种我直的表现 可是佛菩萨 之所以要用神通 完全是希望让众生能够觉悟 有这样很大的差别 所以佛并不是不用神通 但是他不是鼓励 什么事情统统都要神通 你看这一个目尖连尊者 面对那个释迦族 可能会被琉璃王全部杀死 跟释迦牟尼佛建议说 佛有神通啊 用你的神通救救这些释迦族 你的亲族啊 佛摇头 没办法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这些人的神通有限 那又是谁去把上面的那个释迦族给杀了 我内心一直怀疑 然后呢人家给我的解释 那业力啊 我说对啦 理论上讲是业力没错 可是总要有业力 怎么会都已经用波拖到天上去 怎么还是保护不了呢 所以他们讲故事的人 或是写故事的人就说 一直要强调那是业力不可转 即使有神通也保护不了 当然这样讲法我也是同意啦 只是我内心一直有一个问号 这个故事的那种事情的演变没有交代清楚 那个detail没有交代清楚 好 那么举这个例子只要说明 佛有时候不鼓励神通的原因在这边 对于事实不能改变 对众生的觉悟不能有所帮助 用神通有什么用 但是如果大涅槃经里面讲的 有一个很诚心的这个妇人啊 为了要救这个出家人 生病的出家人呢 是必须要用腿肉才能够做药饮 才能够把那个出家人的病治好 他就不顾一切呢 就真的就哇 他大腿肉呢供养这个出家人 果然这个出家人呢就这样好了 可他自己啊 因为呢不当的医疗行为 没有事后好好的处理 所以可能呢他这个花炎很严重 整个溃烂啊什么的很痛苦啊 医生都没办法 所以呢他就好求佛 求释迦牟尼佛 佛跟他呢有一段距离 他很诚心的求佛 佛呢就真的有感应 他就见到佛真的就来到他面前 然后呢给他很好的药 敷在这上头 一下子就好了 然后呢涅槃经里面呢佛就说 我也没有去 他也没有来 完全是因为慈善更利 有这样的感应而 他就讲的我没有去他没有来 那跟静甘经讲的来无所去 来无所至去无所来 去无所去 一样的意思嘛 你不能否定有这样的一个感应道教的事情 所以呢在涅槃经里面呢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佛呢有没有用神通有 但是呢他不强调神通 而是把这种神通度化众生的事情 又加以讲到后头 法跟理方面的事情去啦 要让众生体会这个事情 不是强调我很厉害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来找我 我心通都可以拿你改冠 佛没有这个能力吗 问题是他也要考虑业力的问题 否则他讲的因缘果报 这样的世间的真理 到佛这边就不算真理了 那他讲的话就白说了 可是呢世间有很多的号称 自认为自己是大修行人的 他也可以违背这样的真理 那我们自己要小心 他是不是真的是大修行人 因果真的可以 因为他就可以违背吗 我们只能够说 都可以为众生做真上缘 如果那个众生的业力 不是定业 不是非常重的业 我们为他做好的真上缘 或许真的能够改变果报 或者是减轻果报 但如果众生的业力很重 乃至他的业是定业不可转 那佛来都没办法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认知 不要随便被这些很神奇的现象给迷惑 你说不会啦 不会啦 你现在在讲的 现在在课堂上跟你讲 你说不会不会 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真正的状况 不要说是我们在家人 连出家人都有可能会被骗 碰到这些很神奇的 都有可能会被骗 不多说了 免得我犯口业 好 我们只是说都有可能 不是说因为是在家出家的问题 只是要说这个而已 好 那么旧达神通会游入生法门 549页的最后一行 所以游入生法门 他就说 引用静影书 他说这种神通跟智慧 都是依法成就 所以才叫做游入生法门 翻过来550页 特别呢 就引用维摩金注解 深造大师在维摩金注解里面讲的法门 两个字的解释 言为四则为之法 众圣所由为之门 佛所说的话 是世间的标准 世间的准则 鬼则准则 所以这样叫做法 根据这样的法则鬼则 就能够呢 就能够呢 修行入道 成圣成贤 所以叫做呢 众圣入道之所由 这样叫做门 透过这个门 你就能够呢 入灯堂入世 就能够成圣成贤 透过这样的法门 透过这样的规则 规则 你就能够呢 走入这样的境界 因此这样叫做法门 那么他又引用华言经书说 如来通至游入 故号为门 这样的神通智慧 能够帮助你进入 这样叫做一个门 帮助你入门 乃至呢 能够进进出出 非常的自在 出入无碍 这样叫做游 游入生法门 这个游就是出入自在 或者是入呢 他又引用经书说 穷本 穷尽本源 这样叫做入 完全能够入到诸法实相的本源 出入无碍 所以这样叫做游入生法门 圣生的那种法门的根底 自信第一地 中道第一地 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法门 来赞叹佛的智慧 可以讲出这样的法门 又能够让我们能入门 又能够让我们出入无碍 所以这两句是赞叹佛的功德 然后呢 再来赞叹佛号的功德 就是你翻回对照 五百四十八页 闻佛圣得名 安稳得大力 种种供样中 勤修无谢卷 所以这一句祭颂 专门讲的是佛号的功德 再来观彼书圣叹 唯妙难失忆 很清楚的是 讲的是佛刹的功德 极乐世界 这种佛刹的功德 唯妙难失忆 功德普庄言 祝佛国难比 然后后面两句 后面就 应发无上心 愿述传不敌 那是代表这些菩萨 看到了解到佛的功德 佛号的功德 佛刹的功德 他们就发愿 也要能够成佛 成就这样子的功德 所以先把这样大义 先讲出来 然后下一堂课 我们再来多解释一下 这个佛号功德 佛土的功德等等的 这些发心的事情 第一堂课先到这里 第二堂课开始 我们继续来讲 刚刚的550页 占佛号功德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经文 文佛圣得名 安稳得大力 种种供养中 勤修五切剑 那么这里面呢 文佛圣得名 应该没问题 就是阿弥陀佛书圣的这一种功德名号 那么可是佛内祖老君士在解释的时候呢 特别强调 佛的名号功德有什么样的殊胜呢 他用弥陀的本院 从第18院一直到27院 总共10院 再加上44院到48院5院 前后总共15院 都是因为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 可以得到这一种殊胜的功德利益 例如文明得福 文明发心 文明得忍 所以这个安稳得大力 就是完全由于文佛名号 不过这里面呢 我们要特别去解释 要去讲的就是 因为你相信 你对佛有相当的信心 对佛号的功德有相当的信心 因此你才能够因此得大力 那么这个是讲十方众生 一般众生 文佛的名号 能够得种种真实之力 可是这边呢是讲的是菩萨 因此呢 他就说十方大事文明得意 感恩图报 故广修贡样 所以他会接着经文会写的 种种贡样中勤修无邪卷 为什么前面讲佛的功德名 安稳得大力 接着下来又讲 种种贡样中勤修无邪卷呢 就是因为菩萨知道真正的好处 然后又能够呢感恩图报 所以呢 用这样来报恩 因此他说这个就是属于法供养 法供养 然后他又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法供养 这段话呢 又把它抄了一下 他说这样的修行才是真正的供养 才是法供养 那么为什么引用普贤行愿品讲的这段法供养呢 因为他要解释供养勤修无邪卷 菩萨的供养勤修无邪卷 那当然就是要用这种法供养 没有懈怠没有懒惰 这样子的供养才是真正的法供养 所以这个这个是这一首祭诵 完全是因为佛号的功德 菩萨完全认识佛的名号功德 所以呢 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法供养 来感恩图报 好 这是这一段话的意思 再来是占佛国土 就是呢 那个寄宋里面讲的官彼苏圣差 彼呢就是指极乐世界 苏圣的佛差 这种苏圣功德 唯妙难失意 功德普庄严 诸佛国难比 这几句话呢 都是在赞叹极乐世界 这种苏圣的唯妙功德 平等庄严这样子 所以五五一页 五百五十一页的这个第五行 重点在这句话 这些庄严通通都是实相功德之所庄严 所以用个普 就是代表平等 普遍 平等普遍 然后献出这样子的一种实相的功德庄严 因为阿弥陀佛完全成就这样的实相功德 所以展现出来的这种唯妙庄严 不可思议 这样子 好 那么最后的两句话 这些菩萨因为呢 感受到这三个 一个是佛的功德 一个是佛号的功德 一个是佛土的功德 因此就发起无上菩提心 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够赶快成佛 成就这样的功德 所以这样叫做应发菩提心 愿述成菩提 这里面就代表 菩萨要发菩提心 有他的因缘 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 也不是难懂 所以我们就不看注解了 而是看参考讲义 这边呢要补充说明呢 就是说 既然讲菩萨发菩提心 有一定的因缘 引用大宝基 大宝基经论 里面讲的 菩萨发菩提心 有四种源 四种因 跟四种力 你一般在论里面看到 发菩提心 都会用这段话 四种因 四种源 四种力 先讲四种源 就是他会碰到不同的源起 而鼓励了这个菩萨发菩提心 哪四种境界 哪四种源起呢 第一个 是见闻如来的稀有变化 神通变化 种种的功德庄严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极乐世界那样的经文 因此发菩提心 有这样的源起 让他能够成佛 有这样子的殊胜庄严 太好了 我也要成佛来广度众生 这是一个源起 发菩提心的源起 第二个 因于无上菩提 以文法为灵敏利益众生故发菩提心 这文字写的不是一下子看懂 所以我把重点放在听闻佛法 他是接受了佛菩萨善知识的教学 在听闻当中 他就发心了 不像前面是看到了这种稀有神变 稀有的功德神通变化 而发心的 他不是 他是因为学习大圣佛法而发心的 这是第二种因缘 第三种因缘 是希望让重罚久住 这个菩萨他发心要扶持正法 让正法久住 因此他发菩提心 第四个因缘 是看到众生受种种的苦难 尤其是末法的众生 受种种的苦难 所以他发起那种大悲的菩提心 是因为看到众生苦而发起 悲心 悲大悲菩提心 是这种缘起来的 所以四种缘起 会触发菩萨发菩提心 那四种因就代表 这上面即使碰到那四种状况 一般的众生也不尽然就能够发菩提心 这个是常有的 那要具足四种因 才有可能碰到那四种缘 他就发菩提心 第一个具种性 他有那种种性 具性就是那种种性 过去多多少少熏习过 这种大圣菩萨道 具有这样的种性 第二个要有善知识 教导 鼓励 第三个他要有慈悲心 慈悲为首 第四个不害怕众生的这些苦果 会让他产生畏惧 所以不经不世间 长夜种种 深重的那种难行苦行 他不害怕 所以第四个是对着前面四缘的第四个 第一个很难对 第二个具善知识可以对第二个缘 因为他有碰到好的善知识 听闻善知识的开示 他就发心 第三个他有悲心 所以希望让正法久住 让众生不要受苦 乃至第四个配合第四个 即使看到众生苦 他也不怕不害怕 要帮助众生 不经不世间长夜种种生种 有这样的四种因 碰到前面四种缘 他发菩提心 可是这里面为什么还在讲四力 这种力就是一种力道 一种功用 也就是说前面会有这样的因缘 他就发起菩提心 从四个角度来说 一个是智力 一个是他力 一个是因力 一个是修行力 怎么说呢 如果是智力 就是因为他有菩萨总性 所以听闻教法之后呢 他就很容易呢 听到善知识这样说 或者是他本来就很慈悲 有菩萨总性的慈悲 所以看到众生受苦 他就能够自己发起这种菩提心 是智力 看药欲发菩提心智力 他力就是完全是因为佛菩萨 善知识的教导 劝发 以他所劝发心 所以这个呢 自己这边呢 就比较薄弱 那个时候 所发的心就比较容易退转 因为不是自己发出来的 那么这个第三个因力 学习过 过去学习过 前所习大圣三法 所以现在再来听到佛法 或者是看到众生受苦 接受这种教法的这种讯息之后 他发起来了 所以有智力有因力 发的菩提心会比较坚固 比较能够持久 那修行力 他说现在 前面那个因力是钱 是钱 现在修行力是讲的是现在 这一生 法中清净善知识 常夜天天这样的熏习 闻思正法 听闻正法 思维正法 然后依照正法下去修行 然后呢不断的熏习 这样的习行善不习者 就不断的修行 不断的熏习 而发起菩提心的 所以能够有智力 有因力 有修行力 那就能够持久 不对 如果只有他力 没有因力 然后又没有修行力 那一定很容易退转 如果有他力 别人劝发 然后呢 又能够加上修行力 你或许还可以不断的持续下来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呢 你自己要发心 然后要不断的修行 因为那个因力啊 很难说自己有没有 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如果你从这一生 不管前面的什么样的缘 你终于呢碰到了 然后从你内心里面觉得 我真的要这样发菩提心 然后我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去实践我的菩提心 修行力 这两个反而是要紧的 智力修行力 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因力 没有过去没有这样的菩萨总性 可以这一生慢慢的熏习 慢慢的累积 过去没有可能这一生要学要行 比较困难一点 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一点 那么但是呢 没有这一生的努力 虽然困难一点 没有这一生的努力 哪有下辈子的因力可言呢 因为这一生有努力过 所以到了下辈子之后呢 那个因力就自然就呈现 不是很好吗 所以讲这个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经文只有写 因发菩提心 因此这些菩萨发起无上菩提心 可是落实到我们凡夫 要能怎么样能够发起菩提心 要有因 要有缘 要有力 因缘力 那有些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强求 因为是跟上辈子的 有没有熏习的因有关 可是这辈子 碰到这样的因缘 我们呢 要鼓励自己勉强的下去学习 所以这就是引用这一段的目的 好 那么接下来五五一页的经文 应时无量尊就是无量受佛嘛 阿弥陀佛嘛 微笑现金融光明从口出 遍造十方国 回光环绕佛 三渣从顶入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 那个光明从阿弥陀佛的口中放出来 遍造到十方世界去 造出去之后 回光环绕佛 那个光再回来 绕佛三渣 再从佛的顶上灌进来 这个如果用电影来拍 那就会很精彩 我们这边只能够用想象的 那现在的科技应该也可以 透过电脑的安排 那种动画的安排 应该也可以安排这个 所以哪一天你看到某一位 善知识在台上 有放光出去 就像电影里面这样 回光环绕佛三渣从顶入 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科技可以做到这个 所以他不是阿弥陀佛 他也可以变这一套 小心这是用科技达到的 那么不过这边是阿弥陀佛 表演这一套目的在哪里 你记得看 佛表演完这一套 你看 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 有没有讲话 没讲话 放光 出去再回来 绕一绕 绕到头顶上面住 菩萨看到这个现象 就正不退位了 这跟那个禅宗里面讲的 释迦牟尼佛拿一朵花出来 微笑 加测尊者就跟着微笑 这样就说 来来来我传你正法眼障 那奇怪了 我们大家在旁边看到 佛怎么突然拿一朵花 他是要讲什么呢 是用这个做开始 然后开始要讲什么 妙法莲花吗 结果没有讲话 人家 加测尊者笑一笑 说好我把这个法传给你 讲完了 法传完了 就像这样子 所以这种呢 是代表那种 善巧方便到极处 的这种教学 因此呢 我们只能够从教理里面 去了解说 佛放光 从口出又是什么意思 然后回来又绕三扎 从顶路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看552页 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 一开始他说呢 这个就是感应道教 如来放光加持 然后呢 菩萨接受到这样的教学 就能够正不退位 皆大欢喜 那么这个如果是宋义本 他不是从口出 宋义本呢 是从面门出 所以呢 这是不同的义本 那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不晓得 谓义本吧 应该是从谓义本 没错 谓义本是用从口出 那么这个后头呢 黄念祖老居士呢 就开始去解释 佛放光有时候是为了要受祭 佛受祭 而且引用宝基基里面的经文 说如果是为地狱众生受祭 那么光呢 会从两足下 从脚底下进来 从那边不见 如果是受的是菩萨成佛的菩提祭 这时候才是从佛顶上进来 他用最极端的两边 直接呢就告诉我们 这边讲的 山楂从顶入 那就是代表呢 要受菩萨 成佛的菩提祭 所以这个谓义本也是这样写的 当受菩提祭 然后呢 佳祥书也是这样写的 讲受祭 时机到了 所以为大众受祭 所以前面微笑 也是这件事情 然后放光出去 骗照十方 表受祭呢 是受的是什么 倒数第四行讲 表为众所受之祭 为至极法身 就是究竟果决成佛 为这些菩萨受成佛的受祭 一样忘息疏也是说 依华严经表的是受菩萨成佛祭 所以这个呢 就是表示受祭的意思 那么放光从口出 就是说法的意思 请参考今天讲义第二页最后一行 这边引用净空和尚他的开示 他说这一段讲佛放光加持 光明普照 骗照十方国嘛 光明普照 那么十方菩萨蒙佛光加持 灭罪真佛 不但是佛增长 慧也增长 佛慧上真 那么光从口出表示说法 所以没有说法之前先放光明 但既然是从口中放光 表示后面一定是说法 只是经文没有写 那么照十方国 就把这个法流通 骗至十方佛国土 这样叫做骗照十方国 这是经文后头表法的意思 然后呢回光又回来 放出去的光又回来 表示一切法门通通回归净土 千经万论处处只归 通通归到净土 后头表法的意思是这个 然后光绕山楂从佛顶入 代表呢至高无上的法门 要受计菩萨成佛的法门 表示这个净土法门也是呢 从佛顶入进来的法门 这样子 所以这个后头表法的意思呢 就引用老和尚的一个开示 就这样带过去了 好 那么菩萨看到这个呢 他就知道了 就自己心灵神会 所以呢 就能够正不退位 不退转位 不退位就不退转位 那最后大家呢 一切众父亲生欢喜 就非常的高兴 莫不欢喜啊 好 那么这一段呢就这样过去 接下来553页 佛语凡雷正八音唱妙声 一开始的这两句 是释迦牟尼佛 赞叹阿弥陀佛的开示 因为接下来下面的 十方来正是无锡之笔愿 是讲阿弥陀佛对的这些 十方来的菩萨讲的开示 那前面那两句 是释迦牟尼佛 这说呢阿弥陀佛现在的说话 好像呢 泛音雷正八音唱妙声 释迦牟尼佛 赞叹阿弥陀佛的说法 意思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佛就是讲的是 无量寿佛阿弥陀佛 他说话像泛音 泛音 读解里面呢就引用大致论 讲说话为什么是泛音 佛说话为什么泛音 第一个很深如雷 第二个清澈远文 听者悦乐 悦乐 第三人心尽爱 入心其实不对 应该是入心 大致论的本文是 入心尽爱 那个音声能够入心 又能让大家呢 起恭敬 好要 叫做入心尽爱 第四个呢 地了易解 讲的道理非常清楚明白 容易了解 第五个 听者无厌 听了都不会厌烦 好 这个是泛音 再来雷震 好像呢 打雷一样 会震动你的内心 破除你的无名 就是这个意思 雷震 佛语凡雷震 如大雷震 开悟大众 那两句话 如大雷震 开悟大众 他说这个就是 本师占比弥陀之语 那么八音唱妙声 那也是 本师赞叹阿弥陀佛的声音 是八音 八音 引用那个凡魔玉金 这个 那各位自己看 应该都看得懂 不是很难了解 只是念一下 最好声 易了声 调和声 柔软声 不悟声 不女声 尊慧声 声远声 那包括 里面都有稍微有注解 为什么叫做不悟声 不会讲错话 不会让人家听错 这样子 好 以上呢 这个是经文的注解 这个 不难懂 再来 十方来正是 无息之彼愿 阿弥陀佛说 我通通知道 你们曾经发的愿 那么 这个你们的愿呢 跟你们的智慧 跟你们的行 自愿行 所以我们那个讲义的重点 里面不是讲他 这边就讲他的菩萨的自愿行 所以呢 皇帝主老基是说 这从这边开始 一直到最后 必成如世上 也是释迦牟尼佛 转述阿弥陀佛 所讲的 为这些菩萨所开示的 这样子的意思 那正是 或者是开示 正是呢 在一开始 我们看过 行共尊修普贤 大师之德 有十六正式 那有时候用开示 开明的开 开示 开示正式都讲的是菩萨的意思 都是讲的菩萨的意思 好 接着呢 比较重要的下面 你们发愿呢 是自求严净土 受祭当作佛 既然你们发愿 要成就一个庄严的佛净土 那么可以说 我可以帮你们受祭 你们一定可以满你们的愿 你们将来都可以成佛 我都可以帮你们受祭 你们将来都可以成佛 为什么呢 下面就说了 你们都有这样的智慧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有这样的智慧 必然能够满足诸妙愿 必成就你的净土 你所发愿的净土 因为你有这样的智慧 你能够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所以你看555页这边 开始解释这句话 一切法能够觉悟 觉悟一切法 怎么样觉悟 都犹如梦幻想 一切法是有为法无为法 然后不可说法 不管如何 一个是世间法 一个是初世间法 一个是初世间上上法 所以叫做不可说 反正一切法 你都要这样子的体会 明了 明了什么 都是如梦幻想 如梦 他就开始说明了 永远大致论 做梦都不是实在的 但是我们凡夫都把它当实在的 还特别还去请人家解梦 还花钱请人家解梦 这很麻烦 如果你看 智慧的人 你看大致论讲了 决已知无 而还自笑 醒过来发现 哎呀 刚刚做梦 假的啦 拿自己来那边笑自己 所以这个呢 是如梦 如幻 就是呢 变魔术 幻化的 所以你看 如幻七狂小儿 一切朱形 通通如幻化七光小儿 因为一切朱形 都是因缘 不自在 不久住 但是我们呢 就像小孩子被那个魔术 这样糊的一嫩一嫩 以为真的这么厉害 这样子 再来 如想 这个想就大概 比较不好懂 回音 回音 所以深山峡谷中 深觉见中 或者是很空的那种 大房子里面 与生打生 从生有生 就是回想 他有因有缘 才会回想的 所以他说呢 这有什么好体会的 无智之人 没有智慧的人 听到回想 以为真的 那边有人在讲话 实际上那边是 回音过来的 讲话的是另外 在另外一头 但是呢 碰到那个墙壁之后 回音过来 无智之人以为 声音是从那边来 那边有人在讲话 他这段的意思是这样 那边其实没有人 有智慧的人就知道 那边回音 一定不是那边有人 是别个地方有人 他意思是这样 所以智者很清楚 世生无人做 但以身处故 名为想 是因为有碰到墙壁 所以才会回音 所以叫做从生有生 以身处故 名为想 所以既然是这样 是空性 想是空 这种声音的事情 是空性 能狂耳根 会狂骗我们的耳根 所以以此内推 一切诸法 都像音响这样子 会狂骗我们 以为死有 但是一切都是 缘起幻化的 所以他引用 大致论这段话 再引用 会书 如梦 如梦所见 虽有种种事 必尽不可得 两句话就带过去了 做梦的时候 以为死有 醒过来才知道 都不可得 诸法也是这样 如幻 你看 如幻所现 事实化现 其体本极面 魔术师变化的 你会觉得 哇 这魔术真好看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能够骗过你 以为真的像他表演的那样 现在 再加上 现在的魔术越来越新奇 因为那些魔术师 那些老套 人家都已经拆解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想出一些 新的招数 尤其是街头魔术 那个没有道具 而且呢 就在眼前 观众是围一群 不是只有在他前面 旁边 两旁 后面也都有观众 他怎么弄的 怎么就 真的一下子不见了 怎么一下子就变了 甚至呢 那个扑克牌 本来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 是放 比如说放个Four Heart 是红星寺 你抽了之后 当家看 放在这边 他说你真的是 放在那里吗 你再抽抽看 结果呢 那个观众拿出来看 哎呦 变成黑桃七 那红星寺哪里去了 跑到另外一个完全 没有动作的女生的身上 他说你拿出来 红桃寺在你那里 这很奇怪 除非那两个观众 是互相配合的 街头艺术 不要忘记 真的会搞这一招 所以你以为通通是观众 不尽然 不尽然 是跟他互相配合的 但是呢 现场上就会让你 让你以为 好像这么神奇 所以这个就是说 事实化现 好像实有 但实际上是变化出来的 这样叫做如幻 这个讲魔术 大家都还可以体会 那本来就是假的 但是呢 后面那一句话 诸法亦乎如是 你说魔术是假的 我可以体会 你告诉我这个电脑 这是假的吗 茶杯这是假的吗 那个人是假的吗 明明就是死友啊 他伤害我 他打我 明明就是死友 你叫我如幻化现 你怎么体会 你怎么体会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 我们凡夫那种 执着 喜气 那种无明烦恼 那种执着的喜气 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 如果没有相当的熏悉 没有相当的禅定 跟会 定会的这一种修行 很难破除 我们还是觉得死友 拍拍身体 还是觉得 拍重一点还会痛 被蚊子 被蚊子咬了还是会 叮了还是会痒 就是叫我 不要打蚊子 明明他就叮我 很讨厌 如果还清醒一点的时候 还可以克制一下 赶快用手这样 搬一搬 搬一搬 搬走就好 那如果是在睡梦当中 那毫不客气的 就是这样 哪会客气 喜气的问题 无明喜气 执着的喜气 不是说了解一点道理 马上就能改 但是没有从了解道理 开始 永远这个习气 只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重 改不了的 只有从了解道理 慢慢的去观察 慢慢的去告诉自己 劝自己 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 如梦幻想 忍耐一下 眼睛眨一下 就过去了 因为一切都是 缘起生灭变化 忍耐一下 缘起就改变了 后面的果报 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是辟喻的说法 有时候忍耐一下 眼睛眨一下 要眨很久 要忍耐很久 但是呢 只能用这样辟喻说明 让大家了解 菩萨道 也要有这样的智慧 要有这样子的智慧 你才能够圆满你的愿行 所以他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说明 所以你看 讲完智慧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满足住妙愿 必成如是差 所以他这边呢 就引用静影书 就会员法师的无量寿经义书 他说这一个祭诵 这是讲菩萨的志跟愿 菩萨有这样的志 能够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又发这样的愿 将来一定可以成功 你一定可以满足你的愿 毕竟成就你的净土 所以佛就可以帮你受祭 你将来一定成就这样的佛图 所以犹如梦幻想 是举智慧 满足诸妙愿 是举你的愿 成就如是差 就是佛帮你受祭 你将来可以成功 这样子 有志 有愿 然后呢 你将来就可以成功 这样子 那就是净土成就 就是你的智慧跟愿 发菩提心愿的结果 这样子 可是呢 重要的是后面 你看倒数第五行 盖了诸法空 一切法都犹如梦幻想 为什么还要发愿成就净土 来度众生呢 发愿成就净土度众生属于有 一切诸法空是属于空 不落入空也不着有 发愿成就净土 成就净土 帮助众生的有里面 有知道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的空性智慧 所以不落两边 妙器中道 是尽中本子 所以几乎每一段 都在强调这件事情 中道第一异地 中道的妙观 所以维摩经里面写的 虽知诸佛国 即与众生空 佛国是空 众生也空 但是又长修净土 教化于群生 这个都代表原教里面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的不可思议境界 下面两首记诵 一样这个 所以对这段话 请参考讲义 这是出自维摩解所说经的第八品 佛道品 里面就是这样四句记 诸解呢 这边深造大师的诸解 知空 知道佛国跟众生是空 但是呢 不舍空 而不舍有 常修净土 就是有 不舍 所以常修净土是有 虽然知道佛国净土是空 众生是空 他又常修净土 所以知空不舍有 所以常处中 一直处在中道里面 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有不舍 阿弥陀经书超 临时大师也给我们这样开示 若得礼一 礼一心 则妙悟一心 你真的能够悟到一心 有何敬会 不敬不会 可是虽然知道是平等 没有敬会的平等法界 虽知平等法界是无声可度 而常修净土 教化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一圣大道 真正的一圣大道 知见之普 真正的普 平等 普遍 大圣的知见 熟过于世 哪里超过这个观念呢 所以普贤菩萨是华言长子 他不是一圣境界吗 可是他也发愿 要面见弥陀往生安乐 你说普贤菩萨他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面见弥陀 他有秦会的知见吗 他秦存尽会吗 这应该要照念 难道普贤菩萨有秦存尽会吗 这样说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普贤怎么可能落入两边尽会的这种情职呢 可是他有发愿往生呢 可见就是前面讲的 虽然平等法界 无生可度 常修净土 教化众生 真正的妙器中道 这才是真正的大圣 所以演义里面解释这一段也是这样讲 正所谓一圣大道者 平等法界无生可度 真如戒内不受一成 一法不利 但是后面又补一句 常修净土 教化众生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佛是门中 佛是门头 不舍一法 利一切法 前面是不利一切法 一切法不利 后头是不舍一切法 两者 圆融在一起 事理圆融 理上是不受一成 事上是不舍一法 全食不饿 真正的一圣大道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圣佛法 真正的中道第一地 事理圆融 中道第一地 好 这就是黄念主老句是引用维摩结晶的 这一段的用意 就在这边 所以他说 后面的两个祭送 同样都是这个意思 看回来 课本的五五六页 最后两行 你看 知土如影像 横发红世心 前面知土如影像 也是知道一切法 都是如梦幻泡影 这样的智慧 但是又横发红世心 又发愿 修菩萨道 就进菩萨道 具诸功德本 修圣菩提恨 受祭当作佛 虽然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 但是他继续发菩提心 继续修菩萨道 继续修种种的功德 菩提行 所以就如同金刚经讲的 一切由来如梦幻泡影 然后呢 佛土也空 众生也空 他还是发红世心 他还是修菩萨道 所以前面 后面的五百五十七页 特别去解释 什么叫做 具诸功德本 修圣菩提恨 你看 六度 修六度 是菩萨道 菩萨行 然后呢 如是诸正是 志愿双倍 行解俱忧 叫做具足功德本 具是具足 功德本 一切功德的本源 是什么 佛性 如来葬心 或者是呢 后头倒数第四行 本 是众生的本心 实际离体 本即法身 真如实相 所以 具诸功德本 就是完全具足 通达 那个众生的真如本性 安住法身 入诸法实相 所以中间 我就给他跳过去 重点就在这边 具诸功德本 他讲的非常的深入 能够安住法身 正入那个诸法实相 才叫做具诸功德本 这样才叫做 就近菩萨道 这样子的菩提行 才叫做殊胜的菩提恨 所以 他引用安乐吉的讲法 修圣菩提恨 要跟前面的具诸功德本 连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个 这个 从根本至 而差别至 具诸功德本 根本至 修圣菩提恨 差别至 从体起用 你也可以简单的 就这样讲这句话 根本至是体 起用 就是用差别至 面对不同根基的众生 你能够了解 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够帮助到 不同根基的众生 然后又补一句 他后面又补一句 从文书的大字 而起 普贤的大恨 大行 前面的那个根本字 用文书做代表 修圣菩提恨 差别至 用普贤 用普贤 前面智慧是用文书 这种殊胜的菩提恨 用普贤 十大行愿 所以完全把文书跟普贤 就结合在这两句话 能够这样修 当然会被佛受祭 因此你看 翻过来五五八页 静影书呢 就说这个呢 是用菩萨的智慧跟行门 智跟行 像前面是讲 他的智慧跟愿 智愿 而这边是智慧跟行 因为强调那一辆两句 具足功德本 修圣菩提恨 而不是前面那一个横发红世心 如果横发红世心还是愿 还是心愿 所以他强调的是后面这个 从根本字起差别字 从文书的大字起普贤的大行 所以叫做 举笔自行 被受祭成佛 那么再来 通达诸法信 一切空无我 经文呢 你再翻回去看一下 五五三页 五五三页的最后 五首祭诵里面的最后一首 通达诸法信 一切空无我 可是下面两句跟着 专求进佛土 必成如是差 一样的 前面那两句又是讲他的智慧 通达诸法信 都是空 都是无我 有这样的智慧 但是呢 又发愿 要求成就一个净土来帮助众生 有这样的智慧 又有这样的愿 那必成如是差 所以又还是回到志愿 所以你看五五八页的最后一行 五百五十八页最后一行 静隐书 也说这首祭诵 又回来 举笔志愿 寄弊得土 所以 静隐书呢 在注解都是重点 讲一下讲一下而已 可是这两个不同在哪里 你看五五九页 他先举例说明 他说前面的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是四地制 这边的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是真地制 但是求成就净土来帮助众生 大家都是愿 那没有不一样 只是这两种制 不一样 一个是真地制 一个是呢 四地制 你说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话你就要先看 什么叫做空无我 请看回来五五八页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诸法 有情无情 敬法 慧法 敬慧 凡夫圣人 就是四胜六凡 这些就是诸法 诸法的性 注意看那个注解 五五八页的第五行 这样的一切诸法 它的性是不会改的 叫做性 法 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情有无情 有敬有慧 有凡有慧 有慎 乃至呢 有心法 有色法 有证报 有依报 这样的差别 互相都没有改变的是什么 离体 空性 如来葬性 所以才说 你要能够通达诸法 共同的性 是什么 空性 又叫做无我 空性无我 那个我就是呢 常依主宰 常就是常注 依的话 它可以自己独立的 主宰它是 它不会受别人影响 它可以影响别人 不会受别人影响 所以那个我 常依主宰 诸法有哪一法 有违法 无违法一样 哪一法 具有这样长衣主宰的 只有如来葬性 如果从真常维心的角度来说 如果不是从真常维心的角度来说呢 从中观 从法性空会学 从般若的角度来说呢 没有这个东西 一切诸法没有那个长衣主宰的 没有 这是从波尔中观的角度 可是从真常维心 就给你一个名词 叫做如来葬性 你说两者有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很多人认为有冲突 在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的开示之下 两者没有冲突 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 但是要先认识 什么叫做无我 所以课本这边要先懂 那我有两种 一个忍我 一个法我 讲到忍我 就是说 这种凡夫 执着 五蕴合合 现在的这种生命 是不是可以是长衣主宰 没有 他不长 你说哪会不长 如果会长 你年年十八 不可能 走着走着已经到了四五十五六十七八十 所以他不长 身体的状况也不长 常常在变化 医呢 他不能自己独立 他要靠饮食 种种的饮食 才能够维持一定的生命 乃至呢生病的时候要靠医药 他不能自己独立的 他自己做不了主宰 刚刚说了 如果各位呢 如果常常有持八观灾戒的 有持八灾戒的 或者是呢甚至有很发心的 要持三 常灾月的 那么 一个月里面 通通都是过五不时 那你就发现 那真的不是呢 那真的不是呢 可以自我主宰的 你很希望他 到了晚上不要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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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就是呢很不舒服 然后呢 就会比较没力气 所以 连看电视也没力气 这样 所以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呢 有一次呢 我们那个 共同学习的同学 很高兴的说 这个 这个 那个 今年论月呢 其他的同学就不太了解 论月有什么 有什么七起的 我马上就知道 那论月就可以了 慢一点去说到 第九月 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嘛 对嘛 一五九嘛 所以呢 论两个七月 所以呢 就不需要马上到第九月 他就很高兴 我说这个一定是 刚刚才 在受菩萨戒 然后才发愿要 三长灾月的 那现在我们都不敢 目前身体状况 还没那么好 所以 讲这个例子 是要让大家了解 我们的生命 无运何何的这个生命 不是长 不是依 不是有主宰的 但是呢 我们凡夫却妄认 虚妄的认为 使有可以自主自在的人我 能长 能主宰的人我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虚妄的错 错认 错认 若能了达 我们的生命 其实只是五蕴甲何何 没有一个真实的字体 你能够认识这件事情 叫做人无我 不过呢 马上说 这个叫做小圣的修行 你能够这样 就叫断返老德念 不只是小圣 菩萨道也要先认识这一点 不过你只有认识到这里而已 那就是呢 会被归类只是小圣的境界 但是菩萨也要这样的认知 可是他还要更进一步 修菩萨道的还要更进一步认知 固执诸法有实体有实用 叫做法我 这样不好了解 前面是说人我 了解一切都只是五蕴合合 色受想行事 现在呢 法我是把色受想行事五个 当成实友 这样叫做法我 实际上 不但是生命是由五蕴甲何何 连构成生命的五蕴 色受想行事 这五个本身也都是原生无自信 也都是这样 诸法也都是但从因原生实无自体 这样叫做法无我 所以如果你只有体会到人无我 那是小圣 如果你要修大圣菩萨 你要了解人无我法无我 法空 通达诸法空 他说这个法空就要通达 人我法我通通空 通通无我 无我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的我 没有长衣主宰的我 所以修行要断除的就是这种 人我直 就讲这件事情 那现在呢 他的寄送是说 他已经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不管人我法我 通通都是空无我 然后有这样的智慧 下去发愿 下去修菩萨行 所以依着智 发愿 依着智跟愿 有这样的智慧去发的愿 依自愿起菩萨行 你可以这样看 首先有这样的智慧 依着这样的智慧 发起菩提心 发菩萨愿 依自起愿 然后依着智跟愿 再起菩萨行 起行 这时候你的愿 就如同我们以前讲过的 不是世俗菩提心 已经可以慢慢的提升为 圣意菩提心了 因为你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你发出来就一定是圣意菩提心 依着这样的智慧 这样子的圣意菩提心的愿 你修的菩萨行 是什么 普贤行 普贤书圣行 因为你的智 相当于前面的文书的大智 文书的根本智 所以你所起的行 就是普贤书圣行 你必须要这样了解 往后我们再读那个普贤行愿品 以身信解 然后去修 广修供养 离尽诸佛 那个以身信解 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里 你要有这样的智慧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横发 红世心 就进菩萨道 具足功德本 修圣菩提恨 否则你很难去了解 什么叫做以身信解 以身信愿 这样去修菩萨行 普行菩萨行 所以先解释这一段意思 再来告诉你两种智 世地智跟真地智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请参考今天的讲义 第三页中间 《华言经》里面有两段 清梁大师的《华言经》书里面 就有告诉我们 什么叫俗地智 什么叫真地智 第一段 在那个十注品 第十五品里面 这两首寄送 随诸众生所安利 种种谈论语言道 如其四地西域之 菩萨以此出发心 下面的《华言经》书说 这个就叫做俗地智 后面 一切诸法离言说 信空即灭无所作 欲兮明达此正义 菩萨以此出发心 《华言经》书说 这个叫做真地智 所以经文虽然也不是那么好懂 但是起码已经点出来了 俗地智就是 随顺众生的这一些语言 了解的东西 也就是说 要随顺世间的种种的现象 你要了解 世间众生的这些因缘果报 种种的这些语言习惯什么的 你都要很清楚 你才能够善巧的来教化他们 才有这种智慧去教化这些众生 所以这样叫做俗地智 如其四地西域之 这样的世俗地 你都要很清楚 可是如果是真地智 一切诸法离言说 那种空性极灭无所重 诸法的空性极灭 诸法的无为无作 你通通都要了解 那叫做真地智 那成为世论数据 引用这段干什么呢 就是要让你了解 你又要有俗地智 又要有真地智 两个要能够圆融 几地的菩萨 第五地 五地菩萨才能做到 第五 极难胜地 至极难胜故 那是一般菩萨做不到的 难以胜过他的 这个菩萨能做到 所以引用世亲菩萨的注解 知真地智是无分别智 知诸世间疏论等智是有分别智 一个有分别 一个无分别 此二相为 好像是互相违背的 不一样的 因修令和 但是难和 这个菩萨 第五地的菩萨 难和能和 令相应故 所以称他为难胜地 极难胜地 无性的论师 无性是无性论师 这不是法的无性 是一个论师的名字 论师讲 真俗地智互相违反 难可引发 令共相应 但是第五地的菩萨 极难胜地的菩萨 能够和和令不相为 所以在他之前的菩萨 不如他 称这个菩萨叫做极难胜地 所以让各位了解 不是说我们马上知道就可以 让他们圆容不恶 事理无碍 不太简单 真地智 俗地智 要能够完全和和 没有障碍 五地 五地的菩萨 但是呢 我们引用这个 只要让大家了解 这两种智慧的差别是什么 那么现在回到课本 靖颖书呢 说前面那个绝了一切法 一切法是讲世间法 你能够绝了 所以才叫世地智 可是后面的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那就是一切诸法的真地 你通通知道了 真地智 然后有这样的智慧 还专求进佛土又发愿 所以才刚刚说了 有这样的智慧发的愿 那就是圣意菩提心 依着这样的智慧 这样的愿所修的菩萨行 那就是普贤行 所以这个后面呢 他就引用金刚经 一定要能够不住两边 远离世俱 妙气中道的平等一项 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 无人无我无众生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折得阿诺多罗三百三不提 这种无我的空性智慧 去修一切善法 这边呢 帮各位复习一下 之前跟各位提过 藏传佛教讲的三主要道 第一个是什么 处理心 第二个是什么 菩提心 第三个是什么 空性正见 我们凡夫虽然没有办法 像五帝菩萨 这样一下子就把真地治 俗地治相融合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修行的过程 这三个主要的内容 出离心是让你从下世道 能够走入中世道 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说如果你修学佛法 没有真正为了要了脱生死 那你不可能走入真正的 泄脱道 所以你一定要有出离心 再者第二个菩提心 你怎么样从中世道 能够总入上世道 你就是要发菩提心 如果你只有出离心 你只能够走到阿罗汉 你要圆满成就大圣 你就一定要发菩提心 所以第二个要点就是菩提心 第三个是空性正见 为什么摆在第三个 因为你的出离心 你的菩提心要圆满 通通都要有空性正见 空性的智慧 否则你说我出离 所谓的出离心 是要了身脱死 用什么样的来了身脱死 也有三无漏学 定慧 尤其是后面的慧 空性智慧 有空性智慧 再加上有禅定来辅助 让你的空性智慧 有力量能够断见识祸 那才是真正你的出离心的圆满 所以空性智慧要跟出离心相结合 才能够真的圆满你的泄脱道 然后你的空性正见 空性智慧要跟你的菩提心结合 你才能够圆满你的圣意菩提心 究竟圆满成就 阿那多得三百三不提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的 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说 怎么样把你的空性智慧 贯穿到你的菩提心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不过我们中国佛教 比较不强调这样的三主要道 而是说这个就是中道 不着空不着有 不着空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不着有 不着有 对不起 不着有 不着有所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不着空所以要修一切善法 这样讲才对 所以不着有 无事相 不着空修一切善法 这样才叫做真正的中道 那现在放到净土里面来 你虽然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 你还是能够呢 怎么样 专求进佛土 专求进佛土 就是呢 要发愿 要成佛 然后你有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子的愿 殊胜圣 圣义菩提心 必成如是差 你一定可以成功 你一定可以圆满成佛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里面 他又引用会书也在讲这件事情 菩萨虽动达三空 自无所拙 有这样的智慧 却又能够大悲熏心 发愿净土 虽然发愿要成就一个进佛土 而长极净 就是内心呢 都跟空性的智慧相应的 他说这个就是呢 一法句 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但是一展开来 就是二十九种庄严 会书里面他把这个结合在一起 二十九种庄严 即是一法句 真实智慧无为法生 空有不二 他说这个也可以说呢 一切法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 还归此一法界 一法界就是一法句 所以这个就是呢 阿弥陀佛对十方菩萨来到这边参访 佛为大家所开示的 开示完 释迦摩尼佛 你看五五九月的最后两行 开示完 释迦摩尼佛讲完了 他说呢 继续对辞土会众的开示 是释迦摩尼佛对当场 会众的开示 为什么敢这样注解呢 他说卫义本里面就有这样写 因为还有这两句 诸佛告菩萨令进安阳佛 只是会基本把他删除了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放进去 是佛告诸菩萨等于 释迦摩尼佛也一样告诉我们 娑婆世界的菩萨要去参访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 在那边跟阿弥陀佛学习 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请继续看五百六十页 所以等于呢 释迦摩尼佛劝朔佛世界的菩萨 十方诸佛也劝他们世界的菩萨 去要跟阿弥陀佛学习 文法要受行 他说指十方正式 第一行 五六零的第一行 十方诸佛劝他们齐国正式 他们世界的菩萨要去参理阿弥陀佛 所以这些菩萨尊他佛的开示 就通通到极乐世界 见到无量受佛 文受妙法 听闻之后 如果能够信要受行 一心尽求佛差 一心自求尽差 一定蒙受祭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他其实已经把后面那一首祭诵 注解完了 所以意思就是这个 只不过呢 这里面比较难懂的是 得至清净处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的 愿意跟着阿弥陀佛 听闻佛法 然后愿意修行的 这些菩萨都可以得至清净处 怎么解释呢 你看他先引用静影书 至于当来得妙净处 这些菩萨将来都可以成就净处 所以清净处就是净处 也就是上面讲的必成如是差的这个净处 所以第一个解释 这些菩萨都可以建立净处 建立佛国 叫做得清净处 第二个解释 但是黄年主认为还有更进一步来讲 从新地法门来说 清净处就是本净妙心 本然清净 契入那个法身 这种清净处 也就是呢 一念尽性一念尽心 就是在那一念刹那当中 契入那个清净处 清净处 或者是呢 这个敬念相继 敬念相继 即念离念 就是呢 相应到那个清净处 所以第二个解释清净处 就是呢 自信清净处 本来清净的妙心 第三个解释 你是哪有第三个解释 你是哪有第三个解释 你不信你看第三行 同样这一页五六零第三行 他不写一心自求净差 则必蒙受祭 这边的求净差 不是就是菩萨自己成就的净处吗 不是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 所以得自清净处 第三个解释是 能够到达极乐世界去 这些菩萨跟着阿弥陀佛学习 一定在阿弥陀佛坐下 可以受祭成等觉 这段的意思就变成是这样 这是第三个意思 你说哪有吗 诸杰都没有写 请参考今天讲义 第三页 最后的两段 首先先告诉你那个卫义本里面的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文字 诸佛告菩萨令尽安养佛 文法要说行 吉德清净处 自比言净土 有没有看到 自比言净土 便素德神通 所以吉德清净处 后面接着自比言净土 那不就是到庄严的极乐世界去吗 便素德成通 必无量尊 不就是前后文的意思就这样吗 然后再来真解 真解的解释 也就是这个意思 清净处有三意 第三个清净处就是讲净土 第一个第二个呢 我们刚解释过了 第三个就是净土 翻过来第四页 若往生彼国 得神通受祭 不退转 共佛等义 所以诸佛会劝这些菩萨 能够往生弥陀净土 前后文这样非常的顺 极乐无为涅槃界 所以往生论讲 必尽安乐大清净处 这极乐世界就是大清净处 必尽成佛道路故 所以安乐净土即使 大清净处 这是真解里面的解释 雪如老人 雪公老人 他也没住 这个是他方诸佛的话 他差成佛甚难得 如果能够到极乐 必能如愿 得至清净处就是到极乐 你一定在无量尊 无量受佛那边 可以受祭成等觉 所以这是第三个解释 黄典祖老句是没有很明白的写出来 但是这两个注解写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无边殊胜差 祈佛本愿力那个 剩一小段 但是很快的这样利用两三分钟讲完 太仓促了 所以还是留到下个礼拜再继续讲 好 就好了 可以 好 走 很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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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